有一天去商场逛街 突然肚子疼 跑到厕所拉大便 才发现自己没有带纸 于是我瞧了瞧隔壁 大哥能接点纸吗 十秒钟后隔壁传来一个女生 大哥是你走错还是我走错呀 停停 你怎么了 不开心吗 是 你有什么不开心的 说出来让大家开心一下 一到夏天我就不开心 男人们总是盯着我看 好烦哦 有人说 人生至少要有两次冲动 一次是谈一场奋不顾身的爱情 一次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说得好像都不要钱似的 为什么王欣的爸爸给他取名叫欣呢 不像女孩子的名字 因为他命中缺精 这跟颜森为什么叫森一个道理 因为他命中缺木 那郭晶晶 你们再往下聊 试试 前阵子只是和妹妹握了个手 她居然怀孕了 不会吧 握手也能怀孕 唉 我不喜欢洗手 没想到她也是 嗯 知道爱另一半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 不知道 是什么 愿闻其详 我从前一直很鄙视那些搞鸡的 但是我现在转变了 非常鼓励他们 为什么 因为每次都能省下两个妹子 当屌丝这么多年 你悟出了什么道理 人生最悲剧的不是没有妹子玩 而是天天跟妹子一起玩 却玩不到妹子 我有拖延症 你那叫懒 嗯 我有抑郁症 你那叫矫情 嗯 我有强迫症 你那是闲得蛋疼 嗯 我经常失眠 那是根本不困 这女人谁敢要 如果你女朋友挨姿检测结果是阳性 你该怎么办 假装很震惊 嗯 女朋友很重要吗 不要 嗯 你看我屌吗 不看 世界上美好的事物 可以分为三类 你知道是哪三类吗 触犯法律的 违背道德的 导致肥胖的 听说你手受伤了 是啊 还缠着笨蛋呢 说了不让你录 你不听 又让自己的针给扎了吧 啊 是吧